很遺憾的 那就是因為民進黨執政當局的一中各表 偷偷進行了偷糧換租 故意代換成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一邊一國等說法 台銘之所以認為 中華民國政府 必須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簽訂和平協定 但實質上操弄議題挑釁中國 徹底阻斷台灣人民和中國大陸人民的互動交流 不要低估了台灣人民 欲血奮戰的決心 請務必停止對台灣的文攻武嚇 與其共軍擾臺 倒不如媽祖繞台 進行仇恩動員 製造族群對立 撕裂台灣 若台海兩岸真有戰爭的必要 我們勢必綁下823先賢們的精神 團結合作同仇敵抗 這是內外兩面的政治操弄 逐步將共識 改為分歧 再將分歧 催化為對立 飛到自身的那一天 絕不罷休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